嗨 我是Jelly 今天我们继续来MFK全系列之旅的 PART 2 想要知道今天介绍10款香气我的想法如何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喔 今天进入我们的PART 2啦 那第一款要来介绍的呢 就是木梅之香的 蛋香精版本 那这款香气呢开出是明确的 广阔下降车香木的味道 背后还有着星星的雪松 慢慢的树脂就会出现 成为这个香气的主角 在我身上变成一个带有甜味的木头香气 非常好闻 整体香气非常迷人 非常东方 非常纯密的感觉 有一种古旧感你知道吗 来到了古代遗迹的感觉 你在遗迹外欣赏着 过去留下来的那种辉煌 肃然其境的感觉 你走入那个建筑物 然后外面那个风沙就退去了 所以你 进到里面是如此的干净 如此的令人舒服 令人着迷 令人向往的味道 我非常喜欢这个香气 越往后越棒 它去掉了厚重感 成香木 广获香 雪松 树脂 搭配的 完美 谁都没有过分的突出 配合的非常之好 非常喜欢这个香气 如果你不排斥木直掉的话 我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香气 下一款来聊 木梅之香的香精版本 这一款一开出呢 是 橙香木管或香香草 这种比较偏厚重的味道 对我来讲 这里的木头香气比起原版 更突出 有点甚至有点到呛鼻的感觉 那这里的香草不会过甜 很清浅 如果你很怕甜的人呢 可以安心服用 如果你觉得原版的木头香气 不够突出 你希望木头香气再更明显一点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款香气在我身上的呈现 比起原版呢 他的木头香气 更加突出 然后还带有了 原版没有的 一丝甜味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 撕断情怀 首先是 淡香精版本 这款香气呢 开出在我身上 我先闻到的 树脂的味道 是带有 低甜度的 木头香气 接着你才感受到 花香气 玫瑰啊 紫罗兰的香气 跟微微橙香木的味道 主要在我身上呈现的就是这种带有 琥珀气味的木质调香水 那背后有着微微的花香 衬托着它 琥珀很明显 木质调就是浅浅的 所以它很轻盈 很好穿 这里的木质调完全不会给你那种厚重感 沉重感 整个味道就是一种 有旧时光 复古感觉的美好 如果你想要体会这种感觉呢 这款香气非常不错 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接着我们来聊到他们的 撕断情怀的 香精版本 那这款香气呢 一样我闻到的是树枝琥珀的味道 但是它比起原本的淡香精版本 它的甜度更高 也更加柔软 那慢慢的呢 花香气就会像原版一样 玫瑰紫罗兰会加入 主角依旧是带有琥珀香气的 木质调香水 可是这里的花香气比起原版 更加突出 更加明确 木头香气也更加突出 整体香气呢 更浓郁 更成熟 比起原版它是一个 非常 富裕的香气 它没有那么的清浅 它是有厚度的 有重量的 如果你觉得原版呢 太浅了 你喜欢重口味一点呢 更浓郁一点呢 我觉得这款香气呢 可能会是你 比较好的选择哦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 撕断情迷 这款 淡淡香精 开出是一个 我感受到 很深沉温柔的香气 玫瑰 羊柑橘 跟香柠檬 羊柑橘是 第一次出现的嘛 前面都是玫瑰 这边是羊柑橘 那最明确的呢 是香草 跟橙香木的香气 这个 奶甜感的 木质调 慢慢的呢 花香气才会越变越强 甜度也会慢慢的 降低 就会变成一个 花香木质调 所以我才会说 这是一个 深沉温柔的香气 因为他有花香 在中间越来越强 那这款香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会让我觉得 穿上这个人 他有一种 故事感 他有历经过一些故事 所以他今天给人家 呈现的感觉是 温柔跟有强大包容力的感觉 他对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 他自己独特的想法 可是他是一个 包容度很高的人 我一闻到就觉得 他会是一个 女性穿的 这个女性带有一种 温柔感 温柔的眼神 然后你 对他诉说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用一个 温柔的眼光 看着你 就是说 我能理解你 我了解你 然后你就觉得被包容了 你就觉得 整个人都舒缓的 感觉 一个 复古典雅的味道 如果你也是 这样子的 女孩呢 这款香气 我觉得 很适合你哦 下一口我们来聊到 他们私段情谜的 香精版 开出的时候 我并没有闻出 跟淡香精版本 太多的 不一样 他都是一个 以奶甜木质调为主的 香气 加入了 玫瑰 羊柑橘的味道 这两味道真的是 超级香的 但 再慢慢的往后 就会分别出 他们的不一样了 这款香气呢 花香气 会几乎不见了 他单纯是一个 带有甜味的 木质调 木质调 非常的强势 那种 古旧的 木头感 很明确 让这款香水 在我身上的呈现感 会觉得 更男性一点 但香精版本 会更多 女性化的 特质一点 他的花香气 很明确 这款呢 木头香气 很明确 所以我感受到了 那种 男性的 钢 那种 硬的特质 所以呢 我觉得男生 可能更适合 这款一点 因为他的花香气 在后面 真的完全 完全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木质调的香气的男孩子们呢 这款香气可以去尝试看看喔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这个阿米香树这个系列 总共有四款香气 第一款我们来聊到他们的女性蛋香精这个版本 还说非常清新耶 柠檬加上橘子 酸甜酸甜的味道 这味道还能出错吗 对不对 然后那背后还有清新的木质调 木头香气的加入 跟 鸢尾花花香 这带有一点点清甜的花香木质调 非常的好传 阿米香树好像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木头香气 所以他整个的香气加上花香 非常的清新好闻 绝对是一个非常易穿好懂的香气 如果你再找一款清新的木头香气呢 这款香气可以尝试看看喔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阿米香树女 这时候来到了香精版本 这里呢 开出 没有存在的甘菊调 但是呢 我闻到了 动物感的摄像 所以如果你是怕动物感的摄像 这款香精版你要完全跳过 你却试 他原版的淡香精就好了 这款不但没有甘菊调 还有沉重的动物感的摄像 有一点像 衣服没晒干 穿在身上的味道 我知道我用这个形容词很多 真的 他就是那样 像是你衣服没晒干 然后你穿在身上 飘散出来的味道 然后这个味道会再加上原版 就存在着木头香气 一起散发出来 那慢慢的呢 你会闻到 果香甜味 离子的香气 虽然这个动物感在一个小时后 大概就会消退了啦 那剩下的就是 甜度比 原版高一点的 木质花香调 香气大概是 蛮像的 越往后呢 就会趋于 一样 但是他前面的动物感啊 那个 衣服没晒干的 没味我 真的 无法 所以如果 你想要尝试阿米香树这个系列的 女性香水呢 我 喜欢原版 我不喜欢香精版本 那香精版本呢 因为有见于他动物感的色香 在每个人身上呈现的挺不一样的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在在我身上 真的完全不行 接受不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到他们的阿米香树的 男性淡香水版本 那这里呢 开出依旧是甘菊调 橘子香气 满满 甜气 满满 然后还带有清凉的 椰子味道 背后衬着 清新的木头香气 最后呢 还有着浅浅的 牛奶巧克力的质感 但是我说老是质感 不是味道 所以他 不强烈 他只是带给我那种质感的感觉 10分钟之后 他就变成木质花香调了 其他味道就几乎消散了 那在这里呢 甜味还是存在的 所以他带给我的味道呢 整体就是一个 甜甜的木质花香调 那这里的花香呢 是由鸢尾来营造的 那花香跟木质调 是同样的强势 那鸢尾大家也知道嘛 在男性的香水里面 其实还蛮常出现的 所以他并不会觉得 非常女性啦 我觉得男生穿起来呢 也非常OK的 一款 花香木质调的香气 那尤其他带有那微微的 甜味啊 会让你觉得你没有那么的 刚 你有一种 柔的一面 有时候我觉得 男性香水里面 带有一种 甜甜的味道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你更容易清净了 更 温柔的感觉 相当不错 那接下来聊到今天的最后一款啦 就是阿米香树 男性的 香精版本 那这款开出呢 是明显的 橘子 但是有着原版 没有的 肉桂跟 藏花花的香气 又甜 又清凉 因为藏花总会给人 营造一种 金属的凉感 所以在这里呢 不但甜又清凉 那因为肉桂的关系呢 甜味又更上一层楼了 比原版 更甜 那到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呢 就会跟原版蛮像的 他就是一个清新的 木质花香调 那其他味道也就会 渐渐的降低 一个小时之后呢 甜味消失了 就是粉感的原尾加上木头 以及 树脂的味道 他的味道跟原版很像 甜度高一点 但是他的强度 很强 淡香水版本啊 没有那么强的树枝感 但在这里的树枝感 比较强 所以我说了 他的甜度会比较高 那当然香精版本的持香力会更好 但是我觉得呢 大家不应该要考虑持香力 大家应该要考虑这个香气 你喜不喜欢 因为淡香精跟香精版本的 味道呈现上 我觉得每一款 他都有出入的 建议大家还是先尝试过后 再决定自己喜欢哪一款 以上就是今天 part 2的分享啦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part part 3 那我喜欢的香气 是哪些呢 会在part 3跟大家揭晓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part 2的分享啦 那这10款香气你用过哪一款的 最喜欢哪一款的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我们就part 3 最后一part 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